我觉得这个高科技真的是很很棒很棒 因为有了Zoom的话呢 咱们现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们 都可以在线上能够相见 很久不见大家特别亲切 那么现在是东部时节的话 是中午时节 所以东部的朋友中午好 那么温哥华呢还是早上 温哥华的朋友早上好 我是三女孙 有三娜的高级三清钻石董事 今天呢有我跟我的三位合作伙伴 我们一起呢给大家分享我们亲历的故事 然后希望能带给您一些启发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从哪说起呢 就从我们最被人们关注的 就是这个黑天鹅世界 就是这个疫情 那么疫情呢已经经历了 现在都快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真的是不短了 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发现有些人呢是越来越好了 有些企业反而越来越逆势上扬了 可是大部分的企业和大部分的个人呢 逐渐开始在经历这个疫情导致的 健康危机 金融危机 财务危机 对吗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从这一次的事件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面临两种风险 就一种呢是黑天鹅世界 就是小概率 然后不可预测 突然爆发 就像这次的疫情 完全没有人预测到 但是呢 突然爆发 影响面积大 那么还有一种风险呢 实际上是我们平时日常 每时每刻都在经历 它叫什么 它叫大概率世界 波及范围极广 可是呢 因为它是一种大范围内的 而且呢 因为是 因为很多人要群体都要灭对 所以反而呢 被关注的面呢 比较小 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是亲资产创业 对不对 那提到创业这块呢 大家脑子里头立刻奔发出来的是什么 一提到创业 是否立刻就会想到分析 那么假如在今时今日 当下这个状况 如果有一件事情是零分析 可是呢 很大的收益的话呢 你要不要认真的听一下 然后仔细的思考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究竟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说是 这个创业机会 它究竟适不适合我 我们说现在都是一个价值输出的年代 你究竟你做一个事情 能不能成功 要看你能够给这个社会 能够给周围的人能够提供多大的价值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价值 就是他对方是 对这个你提供的是他需要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需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不外乎都面临的 就是这三个挑战 金钱 钱够不够花 时间够不够 健康 有没有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是不是祖祖辈辈也都在面临这样的挑战 尤其当下这种社会经济时代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 有人有钱 可是没有贤 甚至呢 连健康都没有 有人有健康 有时间 可是钱不够花 对吗 那么如果有一件事情 能够把这三个挑战 这三个问题 融合在一起去解决 并且让问题不成为问题的时候 那是不是一个绝佳的一个 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呢 那我们要不要仔细听一听呢 好我们看看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财务方面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像刚才讲的 这个黑天鹅世界一爆发以后呢 很多企业是都在倒闭呀 裁月呀 可是呢 会发现有些企业 反而蒸蒸日上 对不对 同样的现象也发在个人 那我们昨天听经济学教授他讲到 就疫情导致了K线经济加速 就有些人迅速上扬 有些人呢 迅速下滑 就是导致这种两级分化的速度加快 那我们看一下实际数据 这个世界经济在变化 不是不觉得在变化中 可是相信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包括最近温哥华的房价 受这个经济的影响 好我们看一下 传统零售和在线销售 就是网络销售 好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呢 是不是在16年的时候 就开始已经有一个上扬 一个在平稳 甚至停止不动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不是一个犀牛世界呢 可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没有关注到它 可是对疫情 我们看2020年3月开始后 一下子这个网上销售 剧增是吗 然后呢 协下零售开始 那灰犀牛世界在这个地上 突然被天罗世界 把它加剧放大了 是吗 因为这样的放大是什么呢 导致加拿大统计局发现呢 需要裁约50% 需要裁一半以上的人的企业呢 在加拿大所有的行业当中的平均是61% 代表什么 代表加拿一半以上的行业需要裁约一半以上的员工 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很可怕 那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讲 分解意识比 危机意识比较强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储备 可是我们看到包括在美国在内 是不是有一些过去的中产景 现在呢 已经是房子也没有了 然后只有自己的一辆车 然后住在停车场 我们大家应该都看到最近的一些视频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发生 其实呢 是因为疫情一下子出现就导致这样了吗 一定不是 对吗 是因为在前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苗头了 疫情只是把它加速写出来 那么究竟人们当下是如何花钱的 和如何赚钱的呢 就今天我们要想考虑说我要创业了 我们是不是必须得考虑这两个问题 哪些行业哪些领域赚钱容易 和人们在哪些领域在哪些行业去花钱 这个是我们要在考虑创业的时候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吗 那我们看一下 那些普通人是如何在这个当下社会是专权的呢 那我们有没有关注到 80后90后 我自己是70后 我发现80后90后 他们在考虑找工作或者在考虑创业的时候呢 他们把生存 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生存危机 所以他们把一个老一分自己喜欢的 能够很放大自己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把他作为考虑的首位 然后呢 从事他说什么 要创业 就是我或者我创立自己的品牌 或者我创立自己的事业 那么在最初当我看到年轻人这样的趋势的时候 我说哎呀 现在年轻人真是的 就是不想好好的工作 然后不想受苦 只想着一夜成名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趋势 像李佳琪啊 这些人是不是他们真的就是一夜之间 突然一下 他们或者打造了 把自己打造成品牌本身 或者呢打造了自己的卸商芒果 真的有些人就是一台手机一部电脑 就把这些事情办了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相信就是未来80后90后 是90后上00后 他们是主宰这个世界的 那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说一部分年轻人 他们在选择创业的时候 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好吗 那么接下来呢 我请出我的这个团队伙伴 陈磊 他呢是郁金香俱乐部的创始人 然后东风日成贴来国际先生 然后呢也是国家二级 中共营养师 然后也是NTP啊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 那个医生的营养在教育的项目的 这个讲师 也是国际培训师 那他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头鞋 那他在创业的时候 他是怎么选择和怎么思考的 好 有请大蕾 哈喽各位 三丽能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 OK好 很开心啊 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那作为一个80后90后的这个交接产物啊 那在我曾经的工作呢 是在电视台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 就是在我曾经的工作单位 北京电视台 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的两个单位 那多年的这种电视台的工作哈 让我在这个聚光灯下 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这个身体 其实虽然很年轻 但是身体出现了更多的就是什么 亚健康的状态的产生 一路要路十几个小时 让我真正的在我的这个身体当中 也看到了我自己 因为家里很多人都是医生 那让我看到我身体的这种状态变化 产生了问题 所以让我必须的 必须为我自己去想 我未来该怎么办 那很开心 很庆幸的就是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妈妈 真的很开心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妈妈 因为我的妈妈 她当年的选择 决定了我今天的生活 所以那当年呢 她选择了一个行业 叫职销行业 那也就是我们 我出生在一个职销的家庭 非常开心 就是我生在一个职销的家庭的孩子 从小就在会场当中长大 从小就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攀升 去成长 那在这个 三姐能帮我换到下一张吗 谢谢 好 那这个张照片就是我跟我妈妈 因为在这个 职销事业当中 让我看到我爸 我爸爸妈妈 我们三个人和谐 家庭的这种变化 特别大家都会觉得 一个家庭的纽带是孩子 但是我觉得 孩子的这种状态下 其实是靠着家长的这一份培养 真的去给到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妈妈曾经在很多的大会上去说过 我给孩子一片森林 孩子能还给我整个的海洋 荒洋的这种大海 所以就特别验证了我现在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我在去做任何的事业当中 妈妈是我的榜 我绝对是她的骄傲 这个真的是这样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所有的在线上或您周围的朋友 您对您的孩子 或您是一个跟我一样的同龄的孩子 那您是不是也会去有这样的想法呢 对不对 那曾经我们可能在直销事业当中 带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 大家可以看下一张谢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 那在这个团队当中 我真的从小就在这个事业 在这个会场当中去成长的时候 真的跟同龄人的孩子 思维思想观念 有了很大不一样的变化 让我在我最可以去想到的事情的时候 我同学可能想不到 对 那在我团队过程当中 在我第一桶金 可以在妈妈事业的团队当中 去拿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我想的不是说去怎么把它花掉 我是想的怎么能再让它去挣钱 能让它去真正的去为我去服务 所以在那个年代 真的我觉得是 其实有一个很高的辉煌 但是它真的不代表任何的事情 那必须抵任何事情要去选择 您去做坚持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状态下 在家里人的这种眼光下 我们去找机遇 找机会 找拐点 那就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我们可以去看到 您的选择的这种状态下来说 什么是机遇 什么是机会 什么是拐点呢 那就需要您非常有思路 去想 去做 那所以我经常会跟我的伙伴们说 思路决定出路 出路决定我们自己的穷复 对 那就是因为这一份 所有的这个选择 让我们今天看到 您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去选择什么样的事业 选择什么样的平台 等等 那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去看符合趋势 跟这份选择是否是成正比的 对吗 那下一页谢谢 对 那这份趋势来自于哪 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这份选择 是否跟趋势是可以换等号 可以去做好真正的匹配的 对吧 那我们刚才三天老师也讲过 我们可能在80后跟90后过程当中 包括现在00后也在去工作了 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是生存还是生活 你是要是真正的 可以去温饱的那种生存 还是真的 你想要一个品质的生活 可以有大房子 可以用有自己的小车子 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环境 对吧 那这样的生存跟生活的选择在于哪 您自己 您自己的这份选择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决定您家人 跟您一起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认同吗 亲爱的们 那所以就是我们要去选择 需要去用什么东西去选择 用智慧的方法去选择 选择 像我去说在创业的时候 我要去选择什么样的平台 跟我合作 我选择什么样的行业去做这件事情 他能做多久 5年 10年 15年 20年 30年 一辈子 对吧 那这些需要什么 就是符合趋势 对吧 那在趋势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行业 那刚才我们三谷老师也说过 呸天鹅事件当中 我们现在 绝对的趋势在哪里 21世纪 绝对的趋势就在大健康产业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我曾经看过一份调查 就是30岁到50岁人群的这个一个社会调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在30岁到50岁的这个人群当中 我们看到58%以上的房子的部分 下一张 谢谢30岁 那就是这张图当中58%以上的 我们的这个人群都是选择是健康有问题 他会去担心健康的问题 你我他所有人可能都会去关注这个部分 对吧 那再有一部分人是关心什么 财务上的问题 因为你生活当中 避免不了你的健康跟财富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当中 那我们出现什么 健康的压力 更多的压力在里面 很多突发性的东西出来了 在健康当中 大家有没有想过 30年前 像刚才萨尼说 他是70后 那在30年前 我们在中国也好 在国外也好 您听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的很惊讶 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现在 21世纪的这种当下来说 听到癌症 很正常 理理解释 就像这几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突发性的疾病 包括很多明星 但大家会听到他们 离世了 其实这都是在我们自己身边的 那些事 健康的那些压力 包括不确定性 可能像给大家说 我一个朋友 他前一段时间 真的特别可怕 19年他去了 还没有真正非典 没有新冠的时候 他跟他先生去了西藏 回到中国 回到北京的时候 就查出了肺癌 这是一个不确定性 亲爱的们 对不对 那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是有破坏性的 对 那关联他所有的这种生活上 他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 那他现在 他就非常的去关注 他自己的健康 以及他自己家人的健康 曾经他没有去想过 他该怎么去保养 去养生 去健康 这都是给我们去下一个 警钟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那 有了病 有了问题 健康出现问题 我们需要不需要 用什么 财物的这种状态 我们的这种经济去 支柱它 需要不需要 需要 那在于您自己的这份选择当中 在于您自己的这个 创业的 像我们80后90后来去创业的时候 需要不需要 财富的这种状态 您是需要 像我在电视台 我们可能上一天班 买一天钱 那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 可能一分钱没有 谢谢 那个 你可以帮我看下一张 那财务的这种状态下 那 工薪阶层也好 我们的开店的这些人也好 那 就像我在电视台 我可能上一天班 拿一天钱 但是如果我离开了电视台 我可能一分钱没有 我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 它能去永续收入吗 也就是我们的主动收入 跟被动收入的 产生真正的对比结果 所以在于我来说 我就想去让我自己 能怎么去 把我的财务压力做得更小 能让我真的今天 可以在这儿可以去挣钱 明天可以在那儿 玩着手我也可以去挣钱 就是主动能被动收入的 这种体现角度 这也是我 为什么在直销事业家庭当中 我能比我同龄人看的 更早的部分 那从创业上来说 那刚才Sony老师也说过 对于我来说 我创建了云销俱乐部 当时我在去创建 这个俱乐部的时候 我看到了中国的企业也好 外国的企业也好 很多企业 再一个 咱们看到这张图片 很多企业都是在短时间 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光发力 但是它能延续多久 走多远 大家这是很关心的一个状态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可能也有自己开企业的人 那您看在中国来说 那有多少人 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平均 每个企业的中小型企业的 说明只有两年半 就像现在工商局来说 进去的人可能是开企业的 同时出来的人 可能就是他在关门的人 所以在创业的这种过程当中 真的很艰难 但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创业 跟什么样的平台合作 很重要 认同吗 亲爱的们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 那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去选择 那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新板块 我们可能在这个 时代当中去选择 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对不对 那看到下一张 来谢谢 那在很多的压力下 刚才我们说 有那个我们的健康压力 那在情感以及人际压力下 我在我自己 在去做选择的时候 去创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组织 家里人的声音 外面的声音 朋友的声音 对 很有跟我合作伙伴的那种状态的 那种反对 现在他很开心 我选择得对了 那当时我去做选择 他们真的家里人的信任感 朋友的信任感 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压力在你身上 那当你去可能去想跟朋友一起去合作 想去跟他一起去投资的时候 人情冷漠 那再去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 看到这个行业跟行业之间 事业跟事业之间 这种竞争排斥的时候 给你自己带来多大的压力 所以这些压力的给你带来很多的焦虑 让我真的让我自己内心当中需要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状态 才能去坚持下 真的 我觉得相信是起点坚持到终点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对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让我去看到了 你现在在这个社会 在当下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真的 当下这个社会 让我们去看到 你需要什么 需要很多东西 我们的认可度 我们的需求度 我们的尊重度 谢谢 下一张 那真的就是 尤其是80后跟90后 更多的可能是被认可的关系 被需要的关系 那家长的这种尊重的关系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尤其是在80后跟90后的时候 他会 这些孩子真的就像三年老师的 可能在这个时代过程当中 他可能遇到的东西 没有他真正的那种 被那种就是很严重的压力 但是他的压力在哪 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是认可 那什么样的平台 什么样的事业 才能让他去被认可 什么样的平台 什么样的事业 才能让他去 有需要被需要的过程 同时还能有高度的尊重感 这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部分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一份选择 让我去看到了发展的趋势 就是我们21世纪 来去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健康需要的平台 那需要一个财富支持的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当中 还有能可以去产生情感需求 同样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价值 需求的角度结果 那同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找到了一个什么 机会 总是产生在我们的趋势当中 真的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这种选择当中 我觉得机会总总是抓住在某些人 最少的那些人手中 当年的阿里巴巴 多少人去听他去宣讲 多少人去跟他去说 只有最后软银的孙正义 去跟他去投资去合作 所以大的商业成功 就是在刚好适合的这个年代 碰到了一个对的一件事 亲爱的伙伴们 你们知道你们现在 再去选择这份事业 或者您即将要去选择这份事业 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功起点 这是需要您去在机会的这种选择当中 眼光比能力重要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状态下 去选择这份事业 对 那我们可以去看到 那是什么事业 就是我们的大健康产业 那在21世纪财富第五国 保罗比尔泽先生 曾经在很多全球的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去产生了一个 叫什么健康产业 是永恒的产业 那这个产业当中 您是不是要去参与其中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第一时间选择了大健康产业的投资 大健康产业的参与 也导致了我的家庭 在这个产业当中 让我看到了我自己身体力行的这种变化 以及给我家族带来不同的改变 那我们看下一章 就是那这个事业当中 能去帮助我们带来什么 就是一个行业的机会 直销行业其实在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 流行了很多年 从90年代就开始有 但是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选择什么样的直销行业平台 能去跟你去合作 很重要 那在说到中国经济消费升级的 这种状态下 那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合作 真的很重要 它能走多远 做多大 能给您带来什么 这是这个行业当中 它能去选择 您去真正给您带来结果的部分 这相信我 我相信大家看到 我今天去跟大家去说的 我自己创业的这种角度的时候 大家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选择了 对 那像我现在 我自己在直销生活当中 给我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很多 在我自己传统行业带来不了 比如说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大潮的这种状态 我可以去自己创业 我可以去为我自己的团队 为我自己的事业 去做出他自己的那份付出 在这个事业当中 在这个平台当中 给了我N多次 不同的学习 不同的成长 以及不同的 这种分享的机会 就像今天 我可以在这 去跟大家去进行真正的 我自己的分享 同时可以拥有一份财富收入 也就是我们今天消费部 您的收入将永远不会停止 让我们去把分享的这种状态 把分享经济 不治经济 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健康 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真正的打造您的朋友圈 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对 所以我觉得 让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趋势 符合事业的 这种趋势的当下 可以去为了您自己 去掌控您自己健康的同时 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谢谢 下一张 谢谢 那就是为了 让我们在这个 掌控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 按照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 现在 K天鹅事件以后的这种状态下来说 我觉得 真的 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内的时候 在这么多企业 在诸多 刚才三年老师说过 在诸多的行业 在去攀比什么 我们今天亏死了多少 就是我今天盈利了多少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 我听到最多我周围的创业人的声音当中 我今天少赔了多少钱 有没有 亲爱的伙伴们 你们周围有没有这样 就是我今天我少赔了多少钱 我不说我挣多少钱 对吗 亲爱的们 所以就为了这一份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份选择 我做对了 对吗 所以今天我也会去跟大家去说 这一份选择 我做对了 您呢 对吧 来 下一张谢谢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真正做出您的选择 去拥有一份自由 尊贵财富的人生 那 Yosana绝对值得您选择 就像我曾经的选择是一样的 您的今天的选择 决定你明天的生活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聆听 Sani把主场还给你 好 谢谢 谢谢 讲得太精彩了 哎呀 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了不得呀 您看他在选择创业的时候呢 他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我做什么能够满足我的 对健康的需求 对财富的需求 对价值认同的需求 情感的需求 我们在过去 我们在 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 选择工作的时候 我们选的是什么 我们选择的是哪个好找工作 哪个工资高 我们的需求 全部都是在生存层面 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直接出来创业的时候 他就选择 什么能够满足我的财富 我的健康 财富 情感 价值 他把马斯洛的整个这个需求层次 他上下去 不都贯穿了 就他们的视角 已经比我们高出了很多的层次 对不对 那么同时你会发现 他从个人的需求出发呢 他并且还能够反向的来思考 他来考虑这个 这个当下这个社会经济 当下是什么趋势 哪个行业是上升行业 在这个行业内 我怎么去选择这个平台 所以真的是不是 从向内求和向外求 他双向却不都思考很到位了 那么有没有给到您的一些启发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我们面临的挑战 除了财富方面的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时间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发现是同样24小时 有人好像做了八件事情 而自己只做了一件事情 同样是一辈子 有人好像创造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而有些人呢 好像这一辈子的钱都不太够花 那么究竟这个时间 实际上给每个人 每天都是24小时 为什么有人可以创造出 那么那么那么大的 不可顾量的价值 而有的人只是 连当下自己的这种生活范畴 都好像有一些解决不了呢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我团队的伙伴 大成 那么他的背景 太适合讲这个话题了 真的是 大家要仔细看一下他的背景 他在中国的时候呢 他在国企财务工作八年 他给国企打工打了八年 然后呢 是在财务方面呢 我们今天也会看到 他会给大家做两道数学题 他的财务工作的背景 就我来算账 这个账合适 我就干 不合适 我就不干 然后呢 那么他自己呢 你别忘了 他实际上是采到中国的一个 IT创业的分潮 他自己创办 自己创办的 子商务企业五年 他去运营 那么然后移民这边呢 他又到希尔顿酒店去 当西厨十二年 那整个这样的 从打工到创业 然后又打工 和他津贴的 在有 他是有三辆的黄金董事 高级黄金董事 那我们看一下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给大家算两个数学题 您看这个题算的 明白吗 好吗 好 有请Ada 谢谢Sony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好 大家周末好 我是Ada 很感谢公司呢 邀请我能够这个周末 和大家在线上见面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 可是我们见不上一次面 是因为疫情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而且是翻天覆地的 那在这过去的四百多天 每天的二十四小时 您是怎么安排的呢 所以呢 那现在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的这个二十四小时到底去哪了 还是从我自己说起吧 其实和在座的Yuzana直销商或者是新的朋友一样 当我真正有幸遇到Yuzana的时候呢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本来的行业 本来的公司 每天八小时 每周五天 辛勤工作 但是我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什么 从年头的情人节 母亲节 父亲节 到年尾的圣诞节 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农历节日 每一个节日我都在工作 每一个节日我都在为他人服务 可是我们自己家的这个节日气氛 我们自己家的节日晚餐就没着落了 这是我做这个行业以来最大的一个痛点 所以后来我在深思哈 我的这个二十四小时 我的这个八小时是否应该有所改变 其实事实上就像桑尼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的二十四小时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们大家都一样 可是重点在于不一样的是 您如何去分配它 下一页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个普通人的二十四小时 就像我原来一样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睡眠 三小时家庭事务 我们可以抽点时间和朋友见面 吃饭聊天逛街 我们还有两个小时时间 可以看看电视 健健身 看看电影 那还有一个小时自由时间 那么这个一个小时自由时间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因为多年来呢 我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多元式的 学习 持续的这种 但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呢 我就会选择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听听书 阅读一下 听听就是领导们的一些分享 案例分享 然后自己的成功故事 像这些课件听的比较多 而且我最喜欢听的关注的哪些点呢 比如说时间管理 财富向线 收入模式 以及资源整合 这些主题 那么在学习和这些运营的过程当中呢 逐渐我Uthana的小团队有了一点小成就 而且我的副业收入已经慢慢的开始稳定了 这时候我有了亲身的感受 我认为 我这个八小时 我无论多么努力 多么认真 多么投入 它的变化大吗 它所产生的价值有改变吗 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们真正的八小时是非常受限的 无论它有怎样的增长 都比不上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水平的增长速度 你觉得是吗 那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跟大家做一道数学题 从我自己一个人开始 如果我一个人每周五十个小时 每年五十周 一年下来两千五百个小时 四十年的时间 我才能做到十万个小时 那么请看右边 如果我有一百人的一个团队 每周五小时 加起来每周就是五百个小时 如果我想达到十万个小时 这样的结果我只需要四年 所以这张PPT左和右有相同之处 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所以大家能够一眼一目了然的知道 我们的时间该如何安排 那么回想起我当时兼职或副业 开始做油三大的时候 我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周下来二十一小时 那这样的运营 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 我打工的每个小时的水平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我能够带领我的团队 实现我们会员的他的三小时价值 我又可以多投入一倍的这个时间 那您认为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比我以前自己 这个努力管好自己的时间 提高效率要来的 更加有潜在的价值呢 所以我当时呢 也是通过公司的一些专业的学习 然后领导的一点指点 我就感觉呢 我的时间应该放在更有效率的地方 也就是带领团队这个地方 去找到我真正的合作伙伴 长期的合作伙伴这一块 那么呢 会员的增加已经能够达到了 这个倍增的效应 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呢 做好数学题 数学非常重要 如果就像查理芒格所说的 一个经典的小故事 如果您的数学不好 那您就像参加一个 单腿的踢壁股的比赛一样 那这个里面的含义是 真的 我们真的要算一算我们的时间 我们有限的时间 就像我们这场疫情 其实带来的就是我们的隔离的这个环境 它逼迫我们呢 改变我们的现在的思维 我们现在其实要做的就是 整合我们手上的资源 及时的进行改变更新再出发 所有经过这一年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哪怕是这么大的改变 同样有一批新的领袖 新的这个直销商 稳稳的 妥妥的 度过了这场 又让人蒙圈 又让人恐慌的这个时期 而且是游刃有余的 走在了全渠道 引销的这个浪尖 所以说 几年下来的经营 我们心里都知道 我们真正的这个经营者都知道 UZANA这个平台 带给我们的被动收入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为什么说UZANA事业 是当下最佳最好的选择 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害怕 减时减薪甚至裁员 对吧 我们可以尽量少出门 去避免受到病毒的感染 我们可以安心在家 我们可以照顾到孩子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发展我们的事业 利用线上的这些工具 和您的客户交流 和团队的伙伴进行沟通 那闲暇的时候 你肯定会照顾好 家里的这个餐桌 对不对 那隔离的生活呢 一样的丰富多彩 收入不减 信心就更足了 对不对 好 那这里呢 我还是从我自己个人说起 下一页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我相信大家都熟知的一本书 我的资金足够的资产 去支撑到我这个预期的年纪 所以现在我还是用一道数学题 用一个表格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说现在大家看到的个人预算 是我们65岁正常退休 一个加拿大公民 他最普通的一般的这个生活模式 就是左边收入来自政府 来自利息 来自您的基金的收入 对不对 好 右边的存款 可能是您从RSP 这个账户 每年能够取出的 每个月可以取出的 那么中间这一大条的支出 就是 我们得 不停的 每个月的支出 账单 那这个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这个红字 2525 每个月的 每个月的 那我在想 按照现在的这种模式 发展模式 如果现在我们每年 一位老人 他的花销是三万 打比方说是三万的话 每年以3%的这个递增速度 等到我们20年退休的时候 可能是要5万4 每年 那同理 如果现在政府补贴给我们 每个月一千五 12个月 一年下来 一万八 20年后 按照1.5的这个增长比例 到了20年以后 我们正常退休 也就是说 政府能够补贴到 我们每个人的 最多两万四左右 大家简单的算一下 这很简单 你用五万四乘以30年 再用两万二乘以30年 未来的30年 结论是 162.54万减去 71.65万 结论就是 90.89万 这是我们的缺口 所以说别忘了 可怕的是 这只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所以现在呢 我了解到这种长寿的时代 这种生活 给我们每个人的 这个深远的影响 那现在我们每个人 都不想面对什么 不想面对 未复 先老 这样一个境地 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 现在就是我们 该做规划 该做准备的时候了 那我个人认为 如果现在我们能做到 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 培养自己呢 应对这些 时代变革的一些 前瞻性示威方式 勇敢的去开始一段 多段式的人生的这种选择 不可避免 真的叫不可避免 所以我认为 看着趋势 然后抓住 这个顺应变革吧 顺应变革 抓住Yuzana 这个平台 给到我们的 最好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让我们 在拿到这个 享受到这个 健康的大力的同时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分 每一秒 创造出 无法估量的价值 好的 我的分享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Ada 我自己数学不好 所以我就选择 跟数学好的合作 然后我自从跟Ada合作 我就发现了 没有什么是一道数学题 算不明白的 那Ada 今天给咱们算了两道数学题 第一道就是 你如果一个人的话 要花40年 去创造你的 那个10万小时的价值财富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 100人团队的话 只用4年 那40年和4年 你选择哪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百岁人生成真的话 那我们今天看到 这种生物科技发展的 真的是越来越迅速了 如果百岁人生成真的话 那您可以算一下 刚才她是Ada 是拿一个普通大众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支出 那你不妨算一下 假如你的寿命 突然一下子也长了30年 然后你给那30年的生命 有没有做了足够的储备呢 是吗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财富 时间问题 全部都考虑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最重要的 就是健康 对吗 没有健康 什么都免贪 健康才是所有的 那个企业里的 那个一 对不对 但是呢 健康这块呢 是最典型的 黑天鹅世界和灰心灵世界 实际上每时每刻 都在影响着每一个人 就大概率的 这些 这个 大家全部都认知到的 然后范围很广的 这些疾病呢 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黑天鹅世界的 那种突发性的那种 又实际上是 无时不刻度存在 并不是说就只有这个 疫情 那比如说家庭 也突然出现 脑梗的 心梗的 这是不是对于 我们一个家庭来说 就是一个黑天鹅世界 对吗 我们看一下 科学研究发泄 长期营养缺乏呢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2012年呢 慢性退化性疾病的死亡人数 就是3600多万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每一年 因为慢性退化性疾病 什么叫慢性退化性疾病 虐管疾病 癌症 并不计 普遍吗 非常普遍 是不是 然后 越来越普遍了 对不对 就像刚才大雷讲到 说是我 就是拿我小时候的话 听到一个癌症病人 真的是特别新奇 恨不得就是 故意走到人家门口 看一看癌症病人 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今天呢 是不是比比皆是 而问题是 今天当下呢 这个慢性疾病 已经成为了人类的 主要杀手 为什么 一年一个加拿大人口 我们加拿大才3000万 对不对 一年全世界 就有一个整个 加拿大这样的一个人口 就消失了 因为这些慢性退化性疾病 而且呢 它的原因还是什么 是长期营养缺乏 那么 那么 这时候人们就 想到了 营养缺乏 我现在吃的那么好 怎么可能营养缺乏 吃的好 不一定 吃的好 不一定是 吃的好 吃的好 不一定是 吃的科学 对吗 那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我团队 另外一个伙伴呢 海伦 她来用自己的 亲针故事 来给我们大家 分享一下 慢性疾病 是 虽然没给她的 评论在这个 黑鸡鹅世界 这样的一个分析 可是呢 同样带来这种 灰犀牛 这样的一个 长期的困扰 有请海伦 好 大家好 能看到吗 可以 很高兴 和大家在空中见面 我是温哥华的小月 今天作为我们团队的 健康代表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克服了 连续发作五年的冲击 花粉过敏症的 这样一个经历 我是2008年 从中国移民到 加拿大温哥华的 事实上 在移民之前 我从来没有任何 花粉过敏的经历 我曾一度天真的认为 我觉得 过敏是一个挺高 的上的事情 因为它让人 显得特别的金贵 但是没想到 207年之后 我就变成了 这样一个金贵的人 每年春季 从3月份 4月份开始 花粉过敏就在我的身上 出现了 那事实上 根据我的观察 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当中 有花粉过敏的人 其实挺多的 那花粉过敏的症状 净人而已 在我的同事中 有的人就会不停地 在花粉过敏季节 不停地打喷嚏 流鼻血 有的那就会不停地 咳嗽 而花粉过敏症 在我身上 所体现的就是 我的眼部皮肤 受到了重大的创伤 逐渐呢 我的眼睛周围的皮肤 会出现红肿 流眼泪 等其他症状 那事实上 在我出现 花粉过敏症状的 第一年 2015年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我得了花粉过敏 在持续一个月 类似症状 没有减缓的情况下 我在同事的提醒下 我才意识到 我可能是有了花粉过敏 但是因为 在我们的移民 移民群中 普遍流行着一种说法 就是移民了七年之后 你必然会逃不过 这个七年之症 你必然会有 花粉过敏的症状的 于是我也就认命了 我觉得 那我就是七年了 那我也没有免俗 花粉过敏来了 那既来之 责安之 我就在同事的推荐下 通过服用各种 过敏药 来缓解我的过敏症状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从2015年开始 花粉过敏 每年就在春天的 三四月份 如期而至 而且让我觉得害怕的是 花粉过敏的症状 在我的身上 有越演越烈的提示 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我的花粉过敏的期限 越来越长 从最初第一年的三四个礼拜 到后来的三四个月 那非常难受 整个春季 我都不敢出去 带孩子去外面玩 因为我好怕 那种感觉 第二个是 我的花粉过敏的症状 越来越严重 从最初的只是流眼泪 或者是肿痒 变成了每天 在花粉过敏期间 每天眼周的皮肤 特别的特别的灼热 会发红 发烫 发痒 而每次这样的灼烧之后 就会伴随着眼部 眼部皮肤的褪皮 而褪皮之后 就会留下 特别特别 让我心惊感寒的皱纹 我很难接受这样 但是这四五年来 我也只能接受 这样一个皱纹的出现 严重时 我的两个眼睛 每天早上起来的 总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 我跟我先生定常开玩笑 起床前我就会先问他 他在今天哪个眼睛大一点 然后他就会说 啊 猜一下是哪个眼睛大 我觉得这也显示出 我这个人比较乐观 苦中作乐 但其实是很痛苦的 那第三点呢 我的过敏症状 加重的一个 最恐怖的一个症状 就是 我对过敏药 有了强大的抗药性 我想有过过敏体验的朋友 都知道过敏药其实是 在服用过敏药的时候 是需要特别谨慎的 有的过敏药一天只能服用一次 或者两次 最多不超过两次 但是在我过敏症状严重的时候 一种药完全压不住了 我必须在一天当中 轮流用两种过敏药 来克服持续不断的过敏症状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有的时候呢 早上上班之前 为了克服过敏 我就在上班之前 服用一个过敏药 那一路上开车的那段时间 我都是懵懵懂懂的 非常非常的危险 可以说花粉过敏 给我春季的日常生活工作 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非常大的不便 我一度要求我们老板 让我佩戴一副墨镜上班 但是工作不允许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2019年的3月份 我偶然和Ada 提到了我的这个过敏现象 Ada是我多年的好友 那她在得知我的这个过敏症状后 非常果断地就跟我说 通过营养医学的调理 克服花粉过敏 是非常有效的 她明确地跟我提出 建议我不用营养 营养界的爱马仕 以Sena的排毒产品 来对过敏症状进行改善和调理 那事实上 她跟我最初提议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 我并不以为然 因为我自己本人呢 也一向比较注意健康和养生 我有常年服用啊 从Costco和其他一些药妆 面买回来的营养品系的习惯 我觉得我有补到啊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又是3月份嘛 然后一想 我感觉到我的眼角 好像腰管又有现形了 我觉得开始养起来了 然后我想一想到 又要通过两种过敏 才能来克服过敏症状的 那种痛苦的时间 我就真的怕了 于是抱着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我就最后接受了她的建议 在Ada的安排下 两个月当中 我有条不稳地服用了 有Sena的排毒产品 比如说葡萄紫精华 甘宝鱼油等等 那我是从半量开始服用的 一直慢慢过渡到全量 基本量的全量 那第一 在一开始服用的一两天 我还是心存怀疑 我觉得到底行不行啊 但是很巧的是 在服用了这个过敏症状的 一个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的这个眼周的过敏现象 又加剧了 我觉得哎呀 好像没有用嘛 但是我记得Ada在建议我进行服用 服用之前就跟我说过 如果你又出现过敏症状的话 不要急就服过过敏药 因为有Sena产品当中的葡萄紫精华 对消炎抗过敏有非常强大的效果 于是在和Ada进行过沟通确认之后 我在一个礼拜之内连续七天 每天服用了六颗葡萄紫精华 试试看它是不是对我的花粉过敏有效 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那一波的花粉过敏 就在那一周的六颗葡萄紫的作用下 过去了 那一波的过敏症 我就没有服用过敏药 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非常非常的欣喜 也让我对有Sena产品 有了很大的信任感 那接下来的2019年的3月份 我就真的没有服用过 服用过任何的过敏药 然后在两个月之后 我又在Ada的跟进指导下 全面服用上了有Sena的五大金刚 一直从2019年的3月份到 今年2021年的3月份 3、4月份已经两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年来我从来没有尖断过有Sena 我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谢谢方妮 谢谢你的组长 我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及时的进行着产品的调整 到目前为止 各方面感觉都非常的良好 那至于我的花粉过敏症呢 又回到这个花粉过敏症 2020年 我是有感觉到 我仍然有感觉到 花粉过敏的症状 我也有 必有过敏药 但我没有吃 因为我还是通过加大葡萄籽精华的服用量 克服了各种过敏症状 所以2020年 我又买过敏药 但没有服用 那至于2021年呢 很有趣 就是事实上 我也自己在等待这个发作 直到2021 就是今年的3月份 3月初 Ada给我打电话 他又询问说 你今年的过敏怎么样 我忽然才想到 是吗 我今天好像还有发作 我就觉得 我原来也是有过敏的 其实我自己是在等那个感觉 但那个感觉 一直迟迟没有到来 所以这几年 我深刻的感觉到 USANA的产品 对我的花粉过敏症的这个条理 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和克服 我相信 其实它在我其他方面的健康 也是多了一份保障的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啊 花粉过敏的这个一个克服的经验 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请三尼翻到下一页 对 作为一个上游老下游小的中年人 健康其实是我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我也感觉到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对营养保健的观念是越来越开放了 但是即便是人们对这个保健观念的提升 可是我们看到的数据 却是不容人乐观的 事实上 亚健康和慢性疾病 有越来越大的年轻化这样一个趋势 根据我们的统计 加拿大的巨额直接医疗支出当中 有67%是用于慢性疾病的治疗的 非常非常的遗憾 所以请翻到下一页 所以如何普及健康与养生 真正有效的提高大家的健康与养生 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大量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投身其中 希望通过先进的医药技术 对人类的健康有所提高 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 那这也预示着健康产业 将是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 下一页 谢谢 那随着时代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健康与养生 它必然是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 长久持续追求的目标 但是那我现代人的健康养生 这个营养补充到底现状如何呢 请看下一页 对 请大家花几秒钟的时间 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是一项针对北美饮食 营养缺乏的调查 不难发现 其实现代人虽然物质非常的充沛 但是我们的饮食 出现了一个营养空洞化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气候的关系 因为工作生活节奏的关系 食物出 食物的营养流失了 而人们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不如以前了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吃到的食物 虽然它们的外观和四五十年前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内在的营养成分 已经大大溃满 也就是说明 我们吃好三餐 并不等于营养均衡 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 如何把营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现在就把这个话题送到欢迎社里 谢谢大家聆听 好的好的 感谢小月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你 我们看到了 就是日常我们以为自己家里头餐桌上 非常分身 吃得非常好 可是呢 我们的细胞却在隐形饥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 在我们的餐桌上越来越缺乏了 因为背后的这种 这个蔬菜的种植方式也好 那个动物的养殖方式也好 和我们的储存喷调 各种方式导致我们餐桌上 白菜里边含的维生素 跟五十年相比 还没有三分之一 然后这个猪肉鸡肉 这些肉类的里边的含的营养呢 缺乏的那就更多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每个人 全部都开始 我们过去受战争的威胁 受饥饿的威胁 受这个疫情的威胁 而今天呢 没有战争了 没有饥饿了 然后大部分的疫情也被疫苗解决了 然后人类的主要杀手成了什么 实际上成了一个营养空洞化了 为什么 因为是营养空洞化 早导致了这些慢性疾病 然后慢性疾病 成为了人类的主要的这个死亡的原因 那么可是 那么哈能很lucky 她在之前呢 很相信这个日常的这种养生 和这个餐桌管理 然后后来到选择 她了解到说 我选择一些营养品补充 然后到后来呢 她发现找到了一款 她最适合 最优秀的能够 最能够有效果 帮助她 帮助到她的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所有的人 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超市那边 我们看 每一个大超市 这个营养品的这个货架 那块全部都是 琳琅满目 品牌 品牌众多 那么在这么多品牌 众多的这种货架上 鱼龙混杂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 才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呢 选择到那个最好的 或者说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怎么来选择一个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这个品牌 是这个行业最优秀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请出 加拿大 有萨纳 科学营养 有萨纳公司的 市场业务部经理 马克思 那我们稍微说一下 有三大公司呢 这些年在加拿大 是非常popular的 大家一提起来 众所皆知 那你也都知道呢 它是细胞营养界的 这个领军公司 所以刚才小月提到说 是那个营养品牌里面的 爱马仕 那究竟是什么 造就了它的爱马仕的 这个品质呢 我们请马克思林 来给我们讲解 那马克思呢 其实给我印象 最最深刻的 就是我第一次到公司 去听课的时候呢 然后他悄然的坐在后边 在做同声传语 然后我就发现他能够 他非同声传语的专业人员 可是他把那个现场的 所有的那个 讲阅的那个含义 背后的且台词的内容 都能给翻出来 更奇怪的是 后来我就发现 他还精通粤语 然后好像还懂法语 然后哇 这个人原来是个语言天才 那么等到后来 当他主持公司这块业务的 发展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他在加拿大市场 真的是如虎天意呀 好 特别感谢马克思 这些年的努力 也感谢马克思 今天的到场 有请 感谢三里老师的介绍啊 三里老师过奖了啊 我真的受之不起 真的有点感觉啊 我是那个加拿大公司 业务部的经理 那么我是在 多伦多这一块啊 有三大公司呢 在我们的整个加拿大业务的中转中心 是在多伦多 所以呢 我们平常如果不是疫情 还是有很多机会 跟大家可以见到面 那么现在呢 因为疫情 我们就转到线上 来跟大家来讲解啊 那么刚才三里老师 讲到了 有哪些与众不同 我在这里简单 跟大家介绍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那么我尽量能够加快速度 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首先这个与众不同 体现在资质上面 刚才说到这个营养补充品 怎么选择的问题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营养补充品在美国是FDA管制的 那么它是归于食品管制 而且FDA它不会进行事前的审批 不会检查你的生产线怎么样怎么样 出了问题 它才会来检查 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现象 确实就是鱼龙混杂 那么怎么样去选择呢 我们有三大公司在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家看到右边这张 是FDA颁发的证书 这个证书呢 是颁发 不是颁发给普通的 这个营养补充品生产企业的 它是颁发给符合药品生产 管理GMP规范的生产设施的企业 它有一个FEI的号码在这里 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个号码 那么有三大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我们自愿遵循标准高得多的药品级别的GMP生产规范 并且我们是拥有这个药品生产资质的 生产设备的这样的一家企业 完全我们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起跑线 在做这个事情 把这个做得完美 而药品是跟食品有什么区别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药品在FDA是必须事前审批 事前去检查设施 年年检查 而且你这个成分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 都不行对吗 所以这个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确保的 就是产品里边的有效成分 Ussana在这方面是做足了一个工作 好左边这一份呢 是澳大利亚的TGA的认证 这个认证与右边这一份是类似 也是要求生产企业 有这个药品级别生产GMP的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Ussana在这两个证书上面 是已经比别人抛开了很远的一个距离了 没有多少营养补充品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证书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这里有两本是北美医生治疗病人的时候用的天书 是他们开药的指引 左边的是加拿大的这个天书 Ussana有27种产品收入其中 右边是美国的天书 叫做医生案头指南 那么Ussana是有11种产品收入其中 这两本书大家怎么查 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这些信息 大家都在网上在第三方的权威的政府机构 在第三方网站上全部都可以查到 因为Ussana是上市公司 我们必须对所有的这些信息 对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千千万万的股民要负责 所以这些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在里面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这个怎么最好查的是什么 PDR这个网站 这个美国的这一份呢 它是免费查的 所以您在这个上面搜Ussana产品 就可以搜到 我也是从上面搜到的 我是帮大家提前做这样的一个功课 那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手册当中 总共是有很多的企业是收入其中 特别是营养补充品的生产商也有不少 但是其中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资质的 FDA的这样的一个药品GMP的资质的 长家不多 只有两家收入其中 那么Ussana是其中一家 而Ussana是有11种产品 另外一家企业只有两个产品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Ussana它的资质在整个行业当中 是处于多高的一个水平 在全球呢 Ussana在正式进入的市场当中 Ussana是符合所有的政府监管机构的规范 包括在美国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FTC 贸易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是受它的这个管制 是符合它的规范 那么消费者应该可以放心 就是公司的商品 包括我们的商业模式 都是符合规范的 除了政府机构之外 在民间的第三方的认证机构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认证 我这里不多讲 我这里主要讲一个机构 NSF 这个在全世界是非常著名的认证机构 并且Ussana在它的里边有几个认证 大家这是在网站上查到的 大家可以去不妨去查一查 连几点几分查到的结果都有 非常严谨 Ussana在这NSF上面有四项认证 最重量级最重的最大的 有这个运动的认证 运动违禁物质的GMP认证 为什么说这个重要 NSF在北美 在美国是各大联赛 包括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包括全美棒球大联盟 等等这些大联赛 它的唯一指定的营养补充品的 认证商 也就是说没有它的认证 您的产品不要想进入这些机构 包括反兴奋剂机构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Ussana的资质是受到了保障的 大家是运动员这样的一个 等同于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资质保障 好 Ussana还是各个机构协会的成员 而且是获奖无数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我跟大家重点讲一讲 Consumer Lab这个奖项 基于消费者满意度 Ussana是六次获得直销品牌 第一名的奖项 Consumer Lab 他为什么讲这个公司 他的认证非常的严苛 他不是接受这个厂家给他的样品 去进行认证 而是他到市场上去 不知不觉的 你不知道他在哪 他在哪买了一个产品 您的产品 他拿回去检测认证 过关才算过关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的一种模式 是不是非常的严苛 您要确保您在市场上 所有的产品 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质量在里面 才能够过得了关 所以这个非常有说服力 Ussana的厂房 我的这个背景 我刚才换了一下 就是换成我们这个 盐湖城的厂房的背景 那么这个厂房呢 就是公司在盐湖城总部 自己拥有的 33000平方米的厂房 自己拥有的 不是租来的 那么这在年报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这样的数字 这个跟很多其他的一些厂商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自己拥有的生产设备 厂房 就是新购置的5000平方米的厂房 也是在盐湖城 是生产我们的最新的 畅活营养系列的 就是从这个厂房生产出来的 那么在中国北京 我们是有 也是近33000平方米的 自由的厂房 再次是自由的厂房 跟大家强调 那么在天津 同样是有4000平方米的 自由的厂房 在悉尼也是有 4000平方米的 自由的仓库和办公楼 那么这些呢 在年报里面都可以查得到 刚才为什么跟大家强调 尤萨纳是上市公司 我们是要为大家 千千万万股民要负责任 不能有半点的虚假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佐证 证监会 FDA等等 有这些帮您 机构帮您把关 您就可以完全对尤萨纳放心 好 这个网站我也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不妨有兴趣可以去查看 这是尤萨纳公司总部的生产线 我们快速过一下 还有实验室 众多的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 尤萨纳产品的科技含量在哪里 尤萨纳是研发提供最高品质的 以科学为基础的这样的健康产品 我们的产品是基于自己研发的 或者是跟其他的第三方机构 一起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成果 来开发出来的产品 我们在公开 所有的自己研发和公开发表 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面发表的研究成果 加起来有80多项 而且在科学和临床研究方面 我们致力于双盲测试 还有安慰剂对照这样的一些研究 来得出对于产品的一个公正的 这样的一个检测的结果 检验的结果 那么这里边不乏许多的独特的创新技术 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专利技术 Incelligence技术 这项技术是在4月28日去年 在美国获得专利的批准 那么这个专利里面写的是什么 我跟大家解读一下 这里面写的是Incelligence技术 它含有副方配方能够支持与最佳寿命有关的内源性的系统 怎么解读这个句子 我觉得这个最佳寿命 这个大家一目了然了 一听就知道什么事情了 谁不想要最佳寿命 是吗 支持这个最佳寿命 它必须要有一个内源性的系统 而USANA这个专利技术 它是能够支持到您的这个内源性的系统 它是把您的自己内身的这个系统去激活它 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 非常尖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呢 是来源于何处 刚才提到公司在每年 在年报员也有提到 每年过去几年 在研发产品上面的投入是超过了1000万的美元 没有多少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去 并且愿意去花这样的钱去做这样的投资 而且公司是有着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 这是我们的科学家阵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在整个行业当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样的一个阵容 各个领域的专家 并且尤三纳跟全球顶尖的各个医学院和机构 保持着长期的科学和合作伙伴的关系 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 就是尤三纳在运动员上的与众不同 这个大家可以在哪查到 尤三纳专门有一个运动员的网站 大家可以上去查 运动员大家知道 我们的肖像权这些东西是非常的严谨的 没有他们的认可 我们是不可以用他们的这些肖像权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网站上面 能够充分了解尤三纳跟哪一些运动员 是合作或者是支持他们的运动 我们在签约的一些运动员 我们是提供了百万美元的保证计划 如果尤三纳产品使得他们的尿减 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尤三纳将会赔偿他们两年的收入 上至一百万美元 那么这些就是签约的我们的 其中的一些运动员 并且尤三纳除此除了签约之外的运动员 更有成千数千名的运动员 出于自身承担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自愿的需要使用尤三纳的产品 这个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运动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多年的积累来的 锻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取得的成绩 谁也不想因为某个东西而让自己的名声和成绩 一朝毁于一旦 对吗 那么他们服用营养品是为了什么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服一个营养品 那么这个充分 按照我的理解充分证明了尤三纳产品的 它的一个功效性在里面 右边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尤三纳的合作伙伴 大家比较熟悉的 有中国体育训练总局 女子网联 还有新疆男兰 这个是华人比较熟悉的 还有上周三 尤三纳是正式成为了美国游泳协会的 官方的多种维生素的提供商 这个是一个重磅的消息 大家可能在一些冬季运动上面 经常会看到尤三纳的一个logo在上面 在这个方面尤三纳有很多的一些体现 但是在夏季运动上面 大家可以看看 美国的游泳竞技 在整个奥运会上面 他们的霸主的地位数 没有人可以挑战的 所以这次尤三纳正式成为 他们的官方的多种维生素的提供商 再一次向大家展示了尤三纳的实力 我们助力美国的这些游泳运动员 在未来的奥运会上面再创佳绩 最后提到尤三纳的创始人 为什么与众不同 这一位是科学家 他是一个微生物学家 免疫学家 他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科研 有着50年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历史 试问一下有哪一家创始人 有50年的科研的历史 这个是做假做不来的 那么他在70年代 他最早是 他是世界上最早发明EB病毒 商用测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并且呢 因为他做科研所需要的 用的人体细胞 健康的人体细胞 所以呢 他在细胞的健康营养方面 有着他独有的技术 而他把这个技术呢 就是带到了尤三纳公司 为全人类的健康 做出更多的贡献 所以呢 我们是由这样的一位 伟大的科学家创立的 他的名字是麦伦华斯博士 好 刚才讲了这么多啊 总结一下 我们在全球这么多的市场上面 24个市场里边 都是正式的进入 跟所谓的电商等等 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完全是合规合法进入市场 而且呢 公司是有着25年以上 快到30年的历史了 是FDA的 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各项投资指标 都是排名前列 零资产 零负债 零负债 我们没有负债 好 FDA的注册机构 10亿以上的销售额 所以呢 这些都是您能够信得过的东西 是我们的政府机构权威的第三方 已经为您 为您保证了 这个真信息的真实性 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呢 是非常值得您信赖的 这样的公司 下面呢 我再把时间交回给三丽老师 这里呢 我也其实也应该要介绍一下三丽老师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三丽老师呢 她是 袁西门子的高级工程师 那么她是一个理工科的高材生 她现在呢 是大温地区口碑优秀的健康达人 自带光芒的高能量的领袖型的才女 她是北美认证正面管教讲师 北美认证催眠疗愈师 阿凡达专专业顾问 亲子教育导师等等 有着各种的头衔 那么我也是对三丽老师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什么呢 在2019年的国际年会 她是在我们的盐护城总部的这个国际年会 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 是展示了她的故事 而且是打动了在场的所有的观众 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那么下面我把时间交给三丽老师 那么我待会呢 会在对话框里面 把今天抽奖的情况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可以留意对话框 好 三丽老师交给您 好的好的 谢谢马克思 来自公司的这个支持力量太强大了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公司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那么马克思他刚才在讲的 有三大的各种认证的时候 他不断强调 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查证 这些信息的来源 就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那个公司呢特别推荐 您作为亲资产创业的考虑人的话呢 不妨呢把每个信息呢 逐一的呢去考证一下 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讲呢 我更想谈一下 我感受方面的信息哈 那么呃 因为作为女性哈 其实我对这家公司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 就是一家良心企业 或者怎么说呢 就是呃 如果说是考虑一个合作平台 首先要看就跟找对象一样 看看三观是不是一致 是不是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就是有三纳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那种特别有良心的 然后特别有切沾性的这样一种企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乐情呢 就是希望世人能够远离疾病与苦难 所以呢能够希望呢 能够有萨纳人呢 成立全世界最借口的大家庭 那实际上这句话呢 在我最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 我是无感的哈 没有感觉 可是慢慢的到今天从业八年 在有萨纳人 我已经是八年的这个从业人员了哈 呃 今天我反观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很有体感的一句话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人生 因为有萨纳这样的一个越境 彻底发生翻转 我们看一下哈 在这个 我是十年前来到加拿大的 那么当时呢 因为一些人生遭遇滑土 我的人生遭遇当时的最低谷 那么同时呢 身体呢 也泄入一种很糟糕的状态 就是四肢冰凉 掉发 白发 失眠 便秘 肥胖 然后刚刚 那时候刚刚四十岁 就月经量就已经开始 很少很少了 那么 整个人呢 当时特别受困扰 尤其是四肢冰凉 就是大夏天 别人在穿裙子 我必须要穿一条 后秋裤和 在外面套一条 后牛仔裤的那种感觉 实在太难受了 别人在穿半袭 我必须要穿一件毛衫 那个 就感觉跟大家都过的 不是一个季节 我的季节 错过了别人 两个季节 所以当时特别痛苦 可是在加入 在这个 加入油三大 吃油三大的产品 大概是半年之后呢 我的体重就剪了18斤 脚发白发停止 失眠便秘消失 然后四肢也不再冰冷 月经也正常了 当时我这个人 从内在的身体状况 外在的这个形象 绝部都带来很大的改变 所以当时真的是 由衷地感 油三大 这么优良的品质 这么好的产品 那么在这种 对产品的这种感受 然后不断地把这种惊喜 跟周围的人介绍 说太好了 我身体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分享呢 在四年半的时间呢 我的团队人数就超 就成了一个上万人的这个团队 然后呢 并且呢 已经拿到了百万美元 去落不成业的加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四年半的时间呢 我在油三大 就已经拿到了一百万美金 我们刚才就说 Ada给我们算了一道数学题 说一个人创造 十万小时的价值的时候 你每天工作八小时 要四十年 那么如果你要是有一百人的团队的话呢 你只需要多少 需要四年 那无独有偶呢 我刚刚好呢 是四年半的时候 我在油三大 拿到的财富呢 刚好呢 跟我在西门子打工 十年的收入总和 我在油三大 四年的收入总和 超过了我在西门子打工 十年的收入 而且这个收入是不断在节节攀升的 所以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真的是对油三大 已经感恩戴德了 太好了 我怎么这么lucky 这么幸运 怎么就碰到了这么好的产品 然后这么好的一家公司 可是呢 实际上油三大给我的 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看一下 我的父母 我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带他们去澳洲旅游 我直接拿出我的这个 十五天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给父母抱了团 然后我陪着我的父母 然后出去旅游 然后在旅游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整个旅行团的人都问我 哎呀 怎么你爸妈妈妈身体这么好 因为我陪他们出去旅游 然后我爸爸当时七十多岁了 你知道吗 上下车的那个行李 是我爸妈他们 我爸他在提行李拿包 就是那个包平时都在我爸身上背着 然后说爸我要喝水 然后从包里头拿出一瓶水 然后旁边有两个年轻人都看不过去了 说你这是哪里在照顾你爸妈呀 是你爸妈在照顾你 然后这一趟旅行 我拿出时间拿出钱 然后去陪伴父母 然后因为我父母的经济特别好 他们不需要我的陪伴 然后后来他们就把那个团费就还给我了 说是不用了 你用这个时间你来陪我们 我们已经非常知足了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就是说父母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你的陪伴 需要的是你的时间 可是今天我们作为中年人 上有老下有小 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时间 拿出半个月的时间 跟父母去周游世界 很少对吗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 你有钱有钱 想要陪父母的时候 父母还要能走得动 是不是 那么在我当我最一开始服用产品 半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就开始 有很好的感受的时候 我立刻然后就开始 让我父母开始吃产品 所以这些年我父母的体解报告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好 之前的那些慢性的 什么胆固唇膏呀 这个那个呢 逐渐却步反而从他们的体解报告上消失了 你们看他们俩拍这两个照片 然后是不是分得特别高 我给他们拍下来以后 就反复的看特别高兴 因为什么 父母的健康实际上不仅仅是 让我们少了一份牵挂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还是 你不需要去纠结 你是照顾孩子还是照顾父母 尤其在疫情阶段 回国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然后我心里头真的是无比感恩 尤三大让我的父母 他们成体健康这么好 在疫情这种黑体恶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不需要纠结 我究竟怎么办回不去 对吗 这是给我父母带来的健康 那实际上最大最大的惊喜 就是跟开盲盒一样 真的是 尤三大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开盲盒 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给我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领域 前面讲到我在10年的时候 或者身体发生那样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落差 是因为我在我们家老大三岁之后 我就开始想要二胎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都发生胎停的问题 六次胎停和一次不成功的生育经历 导致我当时身体泄入那样的一个状态 同时我自己严重抑郁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导致我根本没有办法成功的孕育一个孩子 那可是呢 我有自己太喜欢孩子了 以至于我在饭馆啊 或者公众场合 然后看到一个小孩子 哎呀 我就两眼就看着人家 非常野馋的 就不舍得移开目光 那么终于在2017年 然后我成功的生下我们家小蜜的 哇 你看他有多可爱 所以给他请名叫小蜜的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啊 所有的苦呀 累呀 全部都值得 就上天好像就是让我这一生 就是为了跟我家小蜜的来相反的感觉 然后特别感恩有桑那 让我的身体具备了能够成功 用于第二个孩子 这个真的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所以就是最开始当我拿到财富的时候 当我拿到我自己健康的时候 都还觉得哦 财富自由 哦 健康自由 我拿到了 可是当我有了我们家的这个小蜜袋的时候 真的是就觉得有桑那太伟大了 她这个产品怎么能这么好 怎么能够帮助我 我在生我家小蜜袋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了 能够在我就是年轻三十多岁的时候 无法完成的状态 无法完成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我四十多岁高龄的时候 反而成功用于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 真的 然后有了她一向人生就圆满了 然后呢 关键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特别希望周游世界 而这些年在尤桑那 每年一清除外 每年我都拿到两次的免费豪华的旅游 我可以带着我的团队 带着我的家人 然后一起去享受加勒比岛国的各种热带风情 那个世界就是一个贴堂般的世界 真的是值得每一个人你都一定要去体验 那么也特别感恩 如果我要是还在传统领域 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 也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 每年两次的跟着家人一起的能够度过这样的美好时刻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他尤桑那真正的是彻底翻转了我的人生 而在这个翻转的过程 我不断在思考人这一生来了 究竟是为什么 人生而为人在这一世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如何 当下各个心灵鸡汤也好 心理学籍啊 都是讲的你要先爱自己 当你爱好自己的时候 才能爱好你身边的家人 才能爱好世人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爱自己 那我这些年的体验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让你身边全部都是你喜欢的人和你喜欢的事 那我们看到前面大理他在讲到 作为80后90后 他们在一开始思考的时候 我就是什么 这个事情要符合我的爱好 符合我的价值需求 符合我的关系需求 然后怎么样 我在组团队的时候 我可以去挑选我喜欢的 跟我志同道合的人来做我的合作伙伴 所以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关系自由这一个话题 为什么 因为我是理工宅女 我不是能够跟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一下子能够自来熟的 可是有萨娜这个事情能够让我去挑选我的合作伙伴 什么人我愿意跟他合作 什么人我不愿意跟他合作 所以的话呢 我因为这节因为有萨娜让我身边都是我喜欢的人 二因为有萨娜我可以自己 因为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事业 我可以选择在什么时间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我的这个创业 那怎么样 是我自己选择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第二个命题实现就是我身边都是我喜欢的事情 我通过有萨娜实现了我很好的爱自己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呢我相信也是大家在屏幕前每一个人都内在特别渴求的事情 对吗 所以真的要再次感谢尤萨娜的这个产品呀 真的是从这个微量营养到这个大量营养到皮肤营养 它把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方方面也绝不照顾到了 所以才能够让我从八年前十年前的那个状态 然后逐渐逐渐逆转到今天让我自己越来越满意的一个状态 让我每天站在镜子面前真的是喜欢停留在镜子面前 多看自己两眼 当外边樱花开放的时候 我愿意让朋友多帮我拍几张照片 而不是十年前 也自己都不愿意看镜子里边的自己 也自己都不愿意留下自己的照片 留下自己的失眠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从人之初到夕阳红 从身体棒 肌肤量 这么全面的品质的产品 你爱不爱 我真的是太爱有萨纳的产品了 真的是 我家里头现在从这个从零食到补充的营养 和我日常的这个肌肤护理 全部都是有萨纳品牌 从牙膏就武装到牙齿了 从牙膏到口腔益神菌 全部都是有萨纳 包括你看我在喝的饮料 在喝的茶都是有萨纳的能量饮料 那么其实上我更谈的是什么 是有萨纳的制度 就是第一呢 它是绝求一张网 为中国的移民 我的另外一只脚是踩在中国的 我的方方面面的人脉是在中国的 而有萨纳这样一个局面 也绝求一张网呢 能够让我在绝求范围内去发展我的事业 而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 甚至比如说是 有一天我想在中国父母年纪大了 我想陪他们几年的时候了 我的事业随时随地的跟着我的手机 就回到中国了 然后第二个呢 我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拿当年十年前的一个姓名来讲 在创业方面投入资金的话 我是需要认真甚正的考虑的 那么好在有萨纳 我只要自己买一点自己吃的产品 我只要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 我就已经顺带给自己拿到了 有萨纳产品的经销商的权利 这个事情简直就是完美 对吗 然后呢 它是什么 是团队合作 它的制度是鼓励团队合作 团队越紧密合作 你拿到的价值越大 所以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对吗 当你能够跟你身边的伙伴 大家一起往前走的时候 你的世界 你有一百个人 你的世界就被倍增一百倍 你有一千个人 你的世界就倍增一千倍 我们前面 A大老师给我们算过那笔价了 一个人用四十年创造的价值 用一百个人团队的话四年 对吗 那么我们谁不希望 让自己更早一点的实现 有钱有鞋的状态 是不是 那么所以下面的我们就 都是它的公平 包括我自己已经 远远超过了我推荐人的收入 我的很多很多的上线 那么怎么样 就是它的公平合理是 你多劳多做 只要你自己努力 你随时分分钟 可以超过你上面的人 然后它又是什么 是消费型经济 它是你自己消费 就能够产出收益的一个事业 那这样子 这有没有感觉太完美太完美了 而且还是可以传承的 无论你今天在打造传统的任何行业 你的孩子他如果愿意接受 你的这个事业才有可能传承下去 可是再有三纳 直接一百美金你的账户 随时分分钟就传承给你的孩子了 对吗 所以在这样产品和收入的 双完美的情况下 我一直在讲 尤萨纳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倚天界 然后呢 事业这个制度就是我们的屠龙道 真的是有这两把武器在手中 就是人生无往而不胜 所以在尤萨纳这些年 我收获了健康 俗俗和我自己的个人成长 然后呢 那这些精彩呀 价值呀 自由呀 然后都是顺带而来的 那么你 我觉得你 愿不愿意去收获 所有的这些呢 是不是每一个 价值单独拿出来 都是你特别愿意拥有的呢 然后 那么所以 最后我看一下 你就可以想一想 说我天下 我想要在我的新消化系统 给一些保养 给一些调理改善 或者是我的经历不足够 我想试试它 是不是真的能够提 提升我的经历 你或者 我直接想体验一下 尊贵人生 这些套装都可以是你 直接去选择 去尝试的 而所有的这些投入呢 不过是三四百美金 三四百美金去买这些产品 作为你这个健康的保驾护航 然后呢 你就可以拿到 有三纳的这个产品代理权 并且呢 你看看 全年 各事业各过程中 你没有约工开销 没有运营开销 然后唯一的是什么 是忽略不及的 每年的29块钱的这个年费 那么相比 传统的家门生意的话 随随便便 你想想 任何一个传统家门的 你没有五万到五十万美金的 家门启动资金是不可能的 对吗 然后呢 你还要去清楚他的培训 你还要给他把每年 百分之三头的营业额 去交付出去 还有你的约工 还有你的店面 租金 跑血 税务各方面 那么分险是什么 是中高等分解 对吧 那前面那个 达勒已经讲了 平均小企业的寿命 才2.5年呀 可是在有三纳 你做 你把有三纳做好了 你血也 做不好 你扬眼 为什么 因为你最差最差 你还拿到了健康 拿到了美丽 对吗 那么我们最后看一下 投入是这样一个 差别 巨大的差别 产出呢 在有三纳 你可以把你定位成 月入 那个 年入一万美金的 也可以定位在 年入一万美金的 那么在有三纳 这两种人群 不比别的 是 那个 那个 包括我自己 在有三纳 也四年半的时候 就已经收入了 已经到一百万美金 并且是 之后呢 却不都是在 前期盘升 对不对 那么在传统方面的话呢 你的收入的话呢 也是这样一个收入 可是跟投入 产出 相比 尤其在 今天 当下 这种高分险 创业期 你选择 哪一个 作为你自己 个人和家庭 保驾 护航的一个选择呢 所以再次强调 区区几百美金 拿出来去养护 你自己 或者家人的身体结架 你就能够拿到 全球 顶接的 营养补充品的 26个国家的 市场的 这个全球 代理区 代理区 这个事情 是不是感觉 已经完美到 无可复加 但是 今天你上线的人 你真的是太 lucky了 为什么 公司当下 在活动 3月27号 到5月7号 这个阶段呢 免入会费 就连11块钱的 这个入会资料费 免了 没有了 全部 你所有的投入 全部都是用来买产品 并且呢 你立刻享有 这个10%的 事业加速奖金 然后呢 你还能领取 1到8的 这个出奖金 所以这些细节呢 跟您的这个 读件人 去详细咨询 所以真的是 公司拿出 其所未有的 这种大的 放学计划 来够支持到 您的这个创业启动 用我的 我的伙伴来讲 就是 有三个公司 现在解释在 发钱呀 那你要不要领呢 所以哈 无论您是 想要作为一个 经济所 守护 健康的产品 爱用者 还是呢 我是有一个 副业 来够增加一些 给家庭的收入 是您 不以一个企业家的 角度来思考 我在哪个领域 来创业 我们再回顾一下 大雷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 从创业的角度 你从宏观的角度 来你来考虑 当下的趋势 当下的行业 和当下的平台 那你从你 个人角度来讲 你的健康 你的时间 你的财富 你的价值需求 情感需求 如何绑定在一起 那有创业 是不是一个 能够同时 在你经营 打造 健康 这一件事情上的时候 同时拿到 时间自由 拿到财富自由 让你有钱 有鞋 有健康 然后从宏观的角度 你又掌握了 时代的脉搏 又踩到了 这个行业的 这个上升期 同时呢 能够在有创业 选择到了 那个最对的 最佳的 最优秀的 一个平台 最重要的就是 无分鞋 还能创业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是不是 时不我待 立刻行动 跟何况 我们马克思 已经在聊天窗口 提到了 今天我们上线 听课的伙伴 您有机会 抽奖到 有创业 价值150美金 的 借康包 那可是 有创业公司的 核心瘸头产品呀 我觉得一个人 一定要一生 要体验和尝试一次的 所以 想想 立刻 开始行动 好的 那么今天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直接打开话筒 跟我进行交流 也可以在聊天窗口 提出您的问题 好 好